暑假是全家大小出国玩的旺季 但是因为机票跟燃油附加费都调涨 又碰上了伦敦奥运 各国游客都涌向欧洲 所以台湾出发的欧洲团价格也调高 比去年同期贵了大约3000到1万元 其中到英国跟法国的团费都要10万元左右 其他路线除了已经进入冬天的澳洲之外 也都是全面上涨 暑假即将来临 七八月将是旅游旺季 不过就是因为旺季团费也会跟着贬贵 根据平保协会的调查 受油价上涨和伦敦奥运会的影响 欧洲各县今年暑假7到9月团费 比去年同期涨3000到1万元 尤其是英国涨最大 每人团费上看10万元 除了欧洲之外 美国同样因为机票和车子上涨 加上亲子旅游旺季将涌进多个知名的游乐园 因此团费也比去年同期涨3000到8000元 至于东南亚 中东和中国大陆等也都小幅上涨 尤其中国比去年同期涨1000到5000元 团费一天数和地点不同 每人团费2万多到8万多不等 虽然欧美和中国等国家团费涨价 但日本受开放天空影响 机位供应充足 团费和去年相比持平 另外纽西兰也没有太大变动 团费持平 而澳洲因为进入冬季 加上部分航空新增航班 机位也增加 团费反而比去年同期便宜1000到3000元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 台北报道